我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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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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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好 再见 你上天 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你上天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呀 这不是我们店的鞋吗 搞什么命了 你们打开看看 这是我 干吗 妈 怎么了 干吗 今天早上的许文强是你啊 就是我 给你无约 我爸说了你 脱沫不轨 不安好心 我怎么就不安好心 我一颗赤身之心啊 你干吗老跟着我呀 刚刚还怕狗似的 我堂堂七尺男人 我也不想做狗啊 我就是想你把这鞋收下 我真的不能收 不然的话 我们俩好多事情都说不清楚了 说不清更好啊 你就收下吧 你非得给我吗 那这不我又穿不下了 就是特意给你买的呀 穿下吧 我收下也可以 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 就是我们两个不谈恋爱 也不约会 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行 只要你能穿的 我就开心 嗯 嗯 谢谢啊 嗯 跟我走了 啊 再见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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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有那个要洗的衣服吗 没有 你又买鞋啦 是别人送的 谁送的 一个朋友 一个男的吧 爸 你别总搞得跟实际警戒似的好不好 把我姐的桃花鱼都给吓跑了 给我听好了啊 没事献阴挺 非接即到 爸 不至于 说得那么严重 真是的 爸 我是因为太喜欢这双鞋了 你又不给我买 既然有人送 那就不要白不要了 对不对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你拿了人家东西就扯不清了吗 扯得清 我跟他说得很清楚 不跟他恋爱也不约会 你说不谈恋爱就不谈恋爱了 你这孩子太单纯了 还不得傻 从小就教育你们俩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不能拿 可是七岁在火车站 让人用一根棒棒糖 就差点给骗走了 要不是我发现得早 你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 你看你这个人 老提这些沉这么烂骨子的事 我问你啊 送你鞋的人是谁啊 不会是上次那个愣头青吧 叫叫叫什么 承野 还真是他呀 他干什么的 家住哪儿啊 干什么你 查虎口啊 你问得那么清楚 交个朋友而已 这些啊 送得可真好 我怎么看怎么就像 两颗糖衣炮弹 早晚会把你一步一步地套牢 你警惕性太高了你 警惕性高点有什么不好啊 那么高的根 我跟你说 你要穿出去 早晚会把你的脚给崴了 我乐意 李朝廷 你给我洗一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家里东西老生乱年 来来来来 我们这两个孩子啊 家里家里家里行去 你可以 你来第一次 我还没有穿呢 我不要 别想 我穿着睡觉也不会让你湿的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开我门 别忘了 别忘了 我真是你 好了好了 早点睡觉啊 我真是你 你动手 你动手 我不会给你湿的 好 好 爸 下周五重锅切女幽魂 你又可以看到王祖贤了 疼死我了 你这搞什么 搞眉毛啊 别量上是什么 杂志上说 这样子别量会变高 你呀 真是服了你 爸 你听到没有啊 王祖贤呢 你别喊了 你别喊了 爸去约会去了 爸约会和谁啊 跟你的追求者呀 什么意思啊 什么我都追求者 公路段的小子 不是送了双鞋给你吗 那个鞋盒里 有一张电影票 我怎么不知道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票呢 我 爸拿走了 他说他要去找那个小子 谈一谈 好让他对你死心 打交追你的念头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他们去哪儿了 恒山 恒山电影院吧 好像是下午四点开始 再过一会儿 我们亲爱的老爸 就要跟那小子坐在 漆黑一片的电影院里面 谈理想谈人生了 你来地 你还笑得出来 你你你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爸不让我说 他说我要告密的话 就关我禁闭 唯恐天下不乱 回来我再找你算 李昭的眼下死手啊 要票吗 要票吗 好看 这边 这边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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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票吗 要票吗 不要票 大哥 要票吗 不要票 不要票 我这边有票 我这便宜啊 便宜什么啊 我有票 座位比你好啊 大哥 陈衍 陈衍 好巧 你 你也在这儿啊 你也在这儿等人啊 我 我在等我一哥们儿呢 这是情侣专场 怪不得你总的要躲着我 原来你是 不不不不 不是不是不是 误会误会 那个什么 我那票买错了 对啊 情侣专场 那你 不管得着吗 我不管 我不管 只要你别生气就行啊 生气 跟你我犯不着 对 是 是 云队厂门开始进场了 这个 给给给 你不看电影来 好 哥们儿放我鸽子了 一个人看也没意思 再见啊 感情上的事常常说不明白 不是不想爱 不是不去爱 怕只怕爱会造成另一种伤害 你 大叔 我 大叔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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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香蜜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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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告诉你 你没走啊 怎么了 你谁啊 你把我忘了啊 刚才在食堂 我帮你叫了陈也 陈也欺负你了 你别哭啊 擦 擦一擦吧 别哭了 和我 我走 叔叔 你不哭了 你不哭了 还挺有童心呢 行了 别说了 快进去吧 都快开始了 走 给你一个 好 陈也 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爸那个人 他就是很古板 对不起啊 爸 你别介意啊 因为你不是 送了我一张电影票吗 那电影票在我爸那儿 你们刚刚没碰到吗 我一个人 我还看什么电影啊 我压根就没进去 那该不过我爸 一个人在里面 也好 让他感受一下 爱情的滋味嘛 对吧 那既然咱们不看电影 我带你听歌去吧 我懂 不谈恋爱 普通朋友嘛 怎么样 那走吧 那边 走吧 喂 艾琳啊 陈也不在啊 小可姑娘也出去了 那肯定是两个人去约会了 这两个人终于擦出火花来了 我再给你三天时间 你赶紧给你妈妈谈担 他们要是同意呢 也算皆大欢喜 他们要是不同意 那你跟小娜赶紧分手 对对对对 我们做长辈的 要给他们添财 让这个火越烧越旺 互通情报啊 好好好 就这样啊 再见啊 就像奔天一把火 火光照亮了我 你那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妈 我来帮你吧 不用不用 你 你去看书 去看书去 没事 正好呀 跟你聊会儿天 好好好 我最喜欢跟你聊天 喜欢听你说话 我哥 向前去了 他最近不是跟那个小葛 处对象吗 真是一物想一物 如果要是小葛姑娘 能把你哥哥 这个毛手毛脚的毛猴子 给降住了 那我算他有本事 真坤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把你女朋友 带回家来给我们看看 那您想见他 当然了 我们天天都想见他 我跟你爸老实在主动 我们家儿子那么优秀 什么样的女孩子 能配得上我们家儿子啊 那我回头跟他商量一下 真的 你把他带到家里来 越管越好啊 好 妈 我姐最近有来电话吗 来过一个 她那边怎么样 她 在云南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她能怎么样啊 我昨天 在电视上 看到人家跳芭蕾舞 我一下就想到你姐姐了 我在想当年 她要是留在城市里啊 要是一直跳的话 跳到现在啊 那怎么样 也得应该是一个 国家二级舞蹈演员了 真是命苦 也怪我吧 当时要是顺着她 就让她嫁给苏南 她也不至于赌气就走了 永远不回这个家了 这些年 我还是头一次 听您说这样的话呢 永远不回这个家 也不回事 表弟小姐点一手 生活就是折腾 祝她青春永驻 快乐常伴 大家欢迎 好 一条路有多少个人都在 拥挤 梦在哪个方向 就向哪里奔去 无论生在这里 还是在远方 都在寻找着 忙碌着 做最美的自己 生活就是自己折腾 哭和笑不停在继续 断了翅膀的鸟 也有一种方式 起飞 生活就是自己折腾 哭和笑不停在继续 没有尽头的路 因为终点有你 想要的奇迹 一条路有多少个人都在 拥挤 我想梦的方向 慢慢的 走去 是 苏茂叔家出事了你知道吧 苏茂叔腿瘸了 换了一个叫 不知道什么材料 安上去当膝盖骨的 那你想想看 人这个腿上有一块是 不是属于自己的骨头 那得多难受啊 是吧 所以我在想 人嘛就是这样 你多大的官 是不是 你角多红 有什么用啊 人走茶凉 风光不在 你还是得靠自己 去面对生老必死 倒还真不如像我跟你爸这样 青菜豆腐 平平安安的 尤其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这么比起来啊 我还真有点同情他们苏家了 将来如果要是在路上碰到他们的话 我可以 主动跟他们拉扯拉扯嘛 主动跟他们说两句 没关系啊 也没必要老死不相往来的嘛 你要是能这么想啊 那我就放心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一点都不要管 陈坤 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只要你好 我们怎么都行 知道吗 我知道妈 你放心吧 你就是比你哥懂事啊 你放心吧 你就是比你哥懂事啊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 只留下一个岁月 只留下一个岁月 让我无怨无悔 全心的付出 给你点了首歌 都是我想对你说的心里话 花样真多 我 陈业陈建车先生点了同一首歌曲 分别送给李昭帝葛青小姐 特别爱给特别的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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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 这首歌我要亲自唱给你 你也上去唱的啊 那我上去唱歌 就答应多了 你干吗呢 你吓到什么乱 怎么了 我也点这首歌的 平常你唱我不能追姑娘的 我也追姑娘的 那这样 咱们一人一句 好吧 你听一听 牛尼师 加油 牛尼师 没有了你 我对余向的不停 加油 牛尼师 加油 牛尼师 牛尼师 尝出你的热气 尝出你的双手 让我一次 牛尼师 牛尼师 放我的口 让我一次 让我一次 放下你 让我一蹭 让你 我就在放动高 放 我的 我认识 加油 我认识 加油 你至于吗 你至于吗 我至于 不至于 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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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赵地 赵地 你敢打赵地 你累不累啊 你要是累了 就把我放下来歇一会儿 不累 就算让我背你一辈子 我都愿意 得了吧 你是不是还要误会我呢 我都跟你解释了一百遍了 葛青啊 是我妈找来跟我相亲的 我对她一点意思都没有 谁误会你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要跟你搞对象 话比说得这么绝对嘛 必须绝对 我都发现了 我和你在一起就倒霉 好端端的 我鞋跟儿端了两次了 我要是再跟你走近一点 我的小命还要不要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好事 说明老天爷啊 就让你到我这儿 不再往前了 停下了 你啊 就老老师跟我过一辈子吧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有嘴滑舌呢 不有 甜着呢 你来尝尝 你 你 下来 把我一句放下来 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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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 那么晚回家 还趴在咱们背上 要让邻居看见了 帮人家说闲话 起来起来 爸 我 我这脚崴了 陈也送我回来的 还要好好地屁股 叔叔啊 别客气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滚 叔叔 我 我们是朋友 滚不滚 不滚 我动手拉啊 叔叔 你这 这 爸 其实 我 我杀死你 你认真的 你这是干啥呀 那个 叔叔 我不是流氓 叔叔再见啊 你还说你 你 李哥弟 再见 谢谢啊 谢谢 沈亿 再见 走 回家 爸 我还光着脚吗 光着脚怎么的 回家洗脚 走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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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mmm 你自己快要回家 咱们快要回家 去去去去去去吧 你在背上怎么办啊 你没有看到我光着脚吗 那么成我钻到他的怀里 你 怎么了 爸 你没有看到我的鞋都坏了吗 那么远的路 地上又那么凉 你忍心看着我光着脚走回来吗 我早就跟你说 别穿那么高的鞋 歪脚了吧 我还没说你呢 你偷我电影票干什么 怎么说话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偷啊 我是你爸 你爸怎么了 你未经我的允许 你拿了我的东西就叫偷 幸好人家 人家只是约我出去玩 这要是正事 你给我耽误了怎么办 去去去 还正事 就你那个粗心大意 我要是不拿 现在还躺在皮鞋盒里呢 我不要跟你说了 我去洗我的脚丫 别走 爸 你是不是也觉得陈业配不上我姐 小伙子长得也蛮精神 也挺讲礼貌 就是觉得不太沉稳 来 坐 您知道一个男的 要怎么才能沉稳吗 穿两朵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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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肯定陈稳的八面来风 纹丝不动啊 陈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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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钱 你以为刘畅有钱我吸汗吧 你了解这个人吧你 你不要转一毛断好不好吧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两个是达成共识的呀 我姐可以找得一个更好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不完了吗 我可以帮您盯着我姐呀 她跟那个陈也 有任何风吹草动 有任何行动效 一定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你真的假的 比珍珠还真好吧 好 杨冰倩是用在意识的 你给我盯住你姐 她老是放迷糊 你不接着 等会儿老样子啊 陈也 晓涛他们再打起来 你问陈也 我问晓涛 好吧 我看他们谁敢打 我这又备酒又备菜的 还不是为了说和他们俩 臭小子 他们俩实在敢打 我就 行行行 你说他们俩真是 那么大的人 唱个歌啊你打起来 还不是为了 在人家姑娘面前显了呗 你们这些男人啊 都一样 有异性 没人性 我还没人性 为什么我抱憨憨他不哭 你一抱就哭 为什么我没人性 小白眼狼狈 五块钱我赌晨眼啊 别撑了 门要撑坏了 大明你给我下套 我要叫他来 我就不来了 给孩子 你俩他昨天怎么打我 我今儿非好受了 你行吗 我问你啊 什么是幸福 你看 我告诉你们 幸福啊 就是跟别人一样 今年流行穿健美裤 咱就穿健美裤 明年流行穿喇叭裤 咱就穿喇叭裤 这不是人云云吗 可以 这是一种衡量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之后 你就可以非常轻而易举地 告诉别人 我过得很好 而且很潇洒 还不用担心树打招风 为什么呀 反正人人都一样嘛 我不同意 为什么大家的幸福 都要一样啊 我们举个例子吧 大梅 让开明 一个不相撞 一个不显贵 谁不显贵 谁不显贵 我举个例子 我夸你们呢 等我把话说完 你看那俩确实挺特别的吧 但你能说他们不幸福吗 再说我爸妈 每天吵架半嘴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冤家 知道知道他们是夫妻 你能说他们不幸福吗 你不能这么 你爸和开明都是男人吧 对吧 没错吧 都结婚娶老婆了吧 都生儿育女了吧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跟别人一样 你也是男人啊 你能保证 娶了老婆就一定幸福吗 那么你不娶妻 你不结婚你干吗呢 我 你为什么还打我 你还跟我唱 你为什么跟我抢 你昨天为什么来抢 你别吵了 你别吵了 不要吵了 我告诉你就是不对 别人都有 你你你你没有 就是不行 买你的喇叭过去吧 我 我去 你是不是 怎么又吵起来了 来 喝一个 喝一个 王会计啊 不是国家说统一涨工资吗 那为什么 我们老陈的工资单上没涨啊 这次只针对正高 及以上级别 那 那就是我们老陈 不涨工资是吧 陈公是中级职称 差这几个档位呢 那他 那他呢 你是说老院长吧 老院长可是教授级正高 当然符合规定了 你点点看啊 要是没什么问题 在这儿签个字吧 给我这么多冷影票干什么 我忘跟你说了 咱们院里今年经费紧张 消暑将为费什么的 就停发了 改发福利券 这个只能是买冰棍 我不用这个 我自己冻的冰棍 比外面卖的都好吃 我还是要钱 你把这个换给别人好了 我也没办法呀 这都是规定 那苏茂叔也是这样的吗 也是把钱换成冷影票吗 他肯定不是吧 不是 你这 这叫什么规定啊 你这 这公平吗 这什么破规定啊 签字呀 破规定 小楠这身段太好了 小娜啊 你爸这一并 我有好几个月不能演出 我们团的人是关系那么复杂 他们完全有可能顺水推舟 就让我演笔角去了 你说妈不练心吗 我得练 我们好玩吧 程邝 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叫您说的 没事就不能来啊 我问一下不行吗 阿姨 我今天来呢 是晚上向琴晓娜 去我家做客 正式给我爸妈 介绍认识一下 真的 你说你今天要带晓娜 去你们家做客 那么就是说 你已经把你跟晓娜 谈了一下的事情 跟你爸妈说清楚了是吗 我说过了 阿姨 全部都说了 说明白了 说了一部分 一部分 说全部的勇气都没有 那这样吧 晓娜 你今天也别去他们家了 等他什么时候 给他们家里 全部说清楚了你再去 不是 阿姨 你说不去我就不去啊 我偏不 他没说清楚 委屈不都清楚了吗 女孩子得有自尊哪 我们跟他们家的矛盾 你不知道吗 那火那么小 不知道什么呀 那你哥的事情 你知道吧 你哥当年和他姐 陈娟谈恋爱 不就给他妈搅黄的吗 你哥为这事 受多大的打击呀 拖到三十好几才结婚 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苏南会妥协 我不会啊 我要的幸福 谁都阻挡不了 我知道我的话 你一句都听不清 那你太偏执了吗你 谁这么惦记我呀 回来了 妈 哥 你回来了 爸呢 他怎么不在家呀 还说呢 研究院有个会 摇着轮椅要去参加 真以为地球离了 他转不了了呢 你这什么话呀 你爸一辈子忙得都正事啊 行行行 来 你管管他 行行 我管管 那个花生醋给你买了 陈坤 孙岚哥 明天好 好多年没见了 你跟小娜的事我听说了 怎么样 挺好的 哥 那个陈坤晚上带我回家 见她爸妈 是吗 是的 好事啊 好什么呀 好 陈渣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俩谈恋爱的事情 我能让小娜猫猫 试试上门吗 那刘梦香的脾气 你不知道啊 是这样啊 哥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哥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小娜 你看啊 现在到晚上还有一段时间 你让陈坤先回去 把这情况 跟他爸妈先说清楚了 再说了 你这不打招呼就过去 是不是也不礼貌啊 那好 那趁这个时候我去买点东西 你回去跟你爸妈说说 然后晚上五点 我们老弟们去 这个地方不僵不散 好 就按送咱哥手的办 行 那我送你 那我先走了 拜拜 阿姨 那我先告辞了 你和小娜能够顶着 这么大的压力在一起 说明你们身上 确实有很多 彼此能够吸引的地方 你们有勇气直男儿竟 真的很好 行了 鼓励的话我也不多说了 送你们两个字 坚持 苏安哥 谢谢你 我一定不会让小娜受委屈的 行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回家先跟你爸妈说一下 那我先走了 好嘞 好 再见 好嘞 留下你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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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嘞 好嘞 你先听我说 你学历高 你帮妈妈评评理 怎么了 妈 我刚才去帮你爸爸领退休金 你爸爸工资没涨 防暑降温费 还被换成冷饮票了 苏茂说拿工资涨了 防暑降温费还照拿 这是什么破规定 什么破规定 这不是欺负人吗 当官的怎么了 当官的了不起吗 他以为他是怎么当上官的 还不是当年溜须拍马 损人力气才当上这个破官的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们当时小很多事情 你们都不知道 当年研究院平职称 你爸爸是大家公认的 富高人选 苏茂说那个嫉妒啊 研究院的当时有个小伙子 叫董芳 又聪明 又努力 你爸爸这个人你清楚的 他爱财 就帮他在北京争取了 一个深造的名额 那么人小伙子就很感激嘛 非要送给我们家一篮子鸡蛋 苏茂说这个小人 写匿名信举报 说是要抵制歪风邪气 好了 你爸爸富高没平上 还受了处复 这就是苏家干的事情 你看见了吗 妈 你先消消气 你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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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不都过去的事了吗 那天我看您气度还挺大的 我本来是想让这些事情过去的 我现在还就过不去了 你看吧 你看高兰今后他到处怎么炫耀吧 我们家工资涨了 他们家工资没有涨 他们家连房属降文费都没有了 他别让我看见 我看见他一次我就跟他打一回 我还就小心眼儿了 我这辈子跟苏家就势不两立了 去冻冰棍去 破了你票谁稀罕 陈坤 你刚才要跟妈妈说什么 没事 妈 嗯 好好好 去哪儿 我考虑 你怎么打 tooth 怎么打你 你怎么打 我没人都打的 你怎么打的 你们看他要是还没闹 他说这话他说 你怎么会洗呢 人类是这话 没事吧 赵地 不是 赵地 赵地 你怎么了 赵地 怎么了 这个 不是 你们开始就有人了 赵地 赵地 我还没追到你呢 你不能出事啊 不有人吗 有人吗 赵地 赵地 吴远百单 还是150 还差73 这是37 还差36 你怎么 比小苏姑娘吃这个 西瓜给陈彦吃吧 这陈彦没事干 吃什么西瓜呀 我们家陈坤哪 生活治理能力不是很强 清华大学研究生 阿姨说得一点都没错 陈坤就是很优秀 就是 我们两家见个面 你看行不行 对呀 咱们两家聚一聚 我担心今天说这个事 他肯定不会同意 咱俩的事的 我不信 我不想办法伤心 咱俩分手吧 沈娜 你听我解释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要挂天界线 不再往来 我们没有过去 没有明天 更没有将来 你都听见了 你有在听吗